范蒂冈电台讯 教宗方济各元月17日上午 在范蒂冈克莱梦大厅 接见了宗座环境布置部门工作人员 及他们的家人 教宗邀请他们忠于自己的工作 在工作中保持平和的心态 并由衷感谢他们 兢兢业业和负责任地履行自己的使命 教宗向在场的人说 我鼓励你们坚持忠于你们的任务 在你们中间保持一种平和 相互信任和仁爱的气氛